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本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亦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大马Sir 我想问你买单车有没有试过 我只是给你两个单车轮 这样还叫买单车吗 怎么开车 对不起 我跟你说 你知道赛政府跟美国买很多工具 买很多军备 正如来说 它叫交货 交货应该整套 起码给你一些主骨的东西 对不对 正常来说 这个好笑 原来台湾地区之前跟美国采购了400枚 标枪导弹和1700枚拖式导弹 又出现在台湾了 出现在台湾了 但是好搞笑 你导弹是没有弹的 没有导弹 买导弹没有导弹 是买导弹没有那些弹 只是给你一个假的 其实等于 那我不行 这个很疯狂 等于你买部电脑 不要紧 我给你一个学习吧 里面的晶片 那些我下次再帮你陷入 用不了 有L用吗 这个好搞笑 他说到自己 哎呀 晶片 你知道台积电是生产全球 这么多晶片 最搞笑的是 这个台湾地区防务部门说 受到晶片短缺的影响 撑你呀 你不是说自己产能 很多工去美国的吗 我想他们给的借口是说 因为 缓污所以军被辞了交付 又不敢说了 为什么说短缺的 最搞笑的是 他们说 还有疫情 疫情 没什么人说了 现在有新变种 他可以说之前 还有美军制成因素 这个什么意思 不知道是什么中文制成因素 是不是产能 目前 还未 是交付到一些蛋 但是我们先拿着假 都用不到 大哥 你不如等他吧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我买一架单车 我给你两个车 我怎么用呢 傻的吗 你有东西 其实他就要跟台人交代 不要说我什么都没有给你 我给你个假 你一样是用不到 还有 你有些蛋 其实 都叫做 似的 你导弹导弹 你导弹 你导弹假 你比个假 那他们 台方就说 我们会持续跟美军 谈一谈 什么 你一是没有取 为什么这么多国际笑话 这六枚好像有些奇怪 什么有些奇怪 简直是国际大笑话 原来 为了强化 他们所说的防卫 就有 要防空能力做好它 所以台湾地区 蔡政府向美国购买了400枚标枪导弹 和42套 发射器 还有1700枚拖式飞弹 不过 最搞笑 就出现了一开箱的时候 哇 出现了 标枪导弹就没有弹 只有发射器 而且去年12月已经到了 但现在才被人揭发了 原来是没有 是没有了 最后台方就说 那些弹 生产的 不如等它吧 不知道 他们的藉口就说 疫情 晶片不够 你们是生产晶片的 你可以说 那不同的 那 等于你没有价值 我这么说 还有美军制成等等的因素 目前还没得 但是全案 计划 在管制期程内 后续 允许时间内的后续事情 和美军继续恰 恰谈咨询 就令到相关的装备 尽快运动 原来这么搞笑 你买那套 给你两个鹿 其实我觉得 这样好像更难看 你觉得吗 更难看 因为 如果你没有蛋的话 等于没有交过东西 当然你也可以说 如果没有发射价 你也射不到 一整套东西 没错 另外台湾地区 亦有 我们的受贵案 它叫收贵案 即是我们说收贵案 其实 都是来自 军方 就是海巡 就有 爆出这个闭案 即是贪污案 这个六位 应该这么说 六型的 民意代表 他就是通心疾首 请 这个 这个行政院 行政院引号 他的政院 可不可以 唉 其实说多一个字 是不是会事呢 真心说 人家简化 是为了叫做什么 简单明了 他简到之后 就不明了 是啊 哈哈 原来 这个 继 八斗子 鱼港 安检所官兵 受贵案之后 马祖 巡总队 亦爆出 林胜的 参谋主任 也挺大的 就是 涉嫌 侵战 军方的 知不知道侵战是什么 军方有什么 军笔 哦 是罐头 糟糕 搞错什么年代啊 不是啊 很多钱啊 你不要忘记 有一次 台军没东西吃 吃罐头 不是啊 救命啊 你不要说 不过也突显了 他们很流 我最初以为 我们那时候 做节目时 以为 是不是假的 什么沙滩 说没肉吃 是不是 因为 那张图 也很假的 原来是真的 原来是真的 而且军方说不敢懲罚他们 因为他真的没东西吃 你懲罚人家可能反弹更大 朝廷不是用臥兵吗 是 这个海委会 主委 管碧玲 他就说 哎 海巡 出生入死 劳虎功高 哎 但是有害群之马也不出奇 法理不容 你看他 他说得挺有股股思的意味 已经 以报请行丸同意 未来 正丰人员 将会增加到16位 他就说 海巡处 一万多人 说得挺厉害 捍卫海疆 就肩负三岸 什么三岸 三岸你知道是什么 就是 三岸不知道 三岸白造 是很长的 就是 叫做 平战转换顾国安 国安引好了 取缔走私 偷渡平治安 还有 就是 救援救难 保平安 就是三岸 我发现什么都说得很大 海巡同仁 有些 日以计夜 守护案制 有些 就是 占风 占浪 胡海洋 占 出生入私 不为国 劳虎公高 是相当可赚的 可赚的 叫你做报告 不是叫你淫私作队 他们是这样的 唐凤也是这样的 他 说完一大堆不知道你说什么 你是不是特意这样 是的 说得很有文化 你发现他们的官员没什么 很聪明的 作词 词词 管碧玲 就说自己上任不到一百天 上山下海走基层 串担 他们应得的感谢 但是这两天 看到那么多人贪腐非常心痛 他 就任的第一份公文 就是在海巡处签 隔天就是开临时主管汇报 特别宣示后 受特别宣示会后 第一个召见的政风署 还有 还有其他的官员 就强调端政风纪 我们特别和大家报告 之后没多久 我们就要重拾究议 即是究议议题 超 你什么 超强化 重拾究宽 不是究议 强化海巡政风的议题 积极推动 他就说 我们分部在 各分署 全台都有 其实他就说 因为分署没有政风 只有 是兼拜的政风人员 所以 就这个政风人力不足 要实施法制教育 执行 量能受限 量能受限 即是怎么样 执行能力不够 好 最后那句 他就很想说这句 边场莫及 人不足 执行力不足 我们边场莫及 有些人 有些贪腐案 没办法 这样的意思 其实讲白了就是这样 当然 他也说自己担心 就是 这次涉嫌 吸金投资的事件 最怕很多东西 还是有人隐瞒 你不用担心 慢慢查 可能要查越多东西 他就说 相信大家 绝大多数的 海巡同仁 都是清廉 人不致辞 进黑职守 黑进职守 不是他 黑进职守 我们进中职守 黑进职守 海巡人员捍卫海疆 说到 我 我觉得 挺有 古风 说话 是我们顺义的力量 海疆当然是 中国 这个台湾就是中国的部份 另外 台湾地区说了很多年 但是 島内的民众都相当担心 记得他们 就是 台造潜舰 因为他们不是 他们叫潜艇 他们叫潜舰 原来 圆形舰将会在7月 完成这个封壳 9月下水 所以我也惊惊地听 下水时会出大事 赛政府也同意 专案小组在封壳前 邀请相关人士去 参访 当然他们说 要进行 机密的考察 其实 这个他们叫 各造潜艰 台造 各拒头 台湾中国的部份 就说 第一笔钱 就是 大家都很紧张 真的 但是这个防御要有自主性 窮兵独母 就会导致当年苏联 跨台 我觉得 台湾地区就没有这样的能力 真心说 我只是在这个军事方面 跟苏联比 差得远 而且苏联是主权国家 台湾不是 对吗 这样 之前 那些技术 好像美国人都知道了 使得美国如取如愧 没有自己多余 可以发展自主防卫的空间 说真的 我觉得你应该是摆脱美国技术 但他真的没有这样的技术去自主 你不要说得那么厉害 当然 现在 都是大家很期待 不过 很多岛内的专家也说 也不需要那么期待 是不是 担心期待越大失望越大 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当然 我们拭目以待 不过 你送的 军备来 只有一个框 给你 我也觉得挺好笑 买一部单车 送两个车给你 不要说我没有交货 上两个车 其实我觉得更加难看 你不如一拭全部 我给你单车架 没有车 你都用不了 说来说 你都是用不了 对 那怎么放位 没错 所以 只是觉得 因为他们 可能 要好看 就快选举 如果要过多一段时间 才有一套 选举之后 可能他会认识 看不到我的整绩 但是 说真的 你只有一个假 又是这么按摇 可能人家觉得是更加按摩 对吧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再见